英美新冠疫情崩溃之下,中國開始出售了 現在不是已經研究了疫苗嗎? 只是講一句話來講,來不及了 各國疫苗存在了非良性的競爭 導致在疫苗採購和使用上加集了太多政治因素 比如美國一再抹黑中國的疫苗 宣稱只有他們這些自由民主國家的疫苗 智能當然是見性新冠病毒 而美國的輝哥疫苗已經被證實是導致六人死亡 並且存在普遍無法解釋的嚴重不良反應 疫苗的性能、產能和使用的情況是跟不上病毒的變化 全球的新冠病毒近年關 但是全球的節日氣氛大家都看到 除了外國聖誕節他們有在其他 到現在都靜了 甚至在市面是籠罩一種燒調 冰爛爛的氣氛 因為新冠疫情依然如火如荼在全球的抗散之中 而且出現了新的變種 抗疫的形勢不容樂觀 但是更加嚴峻的是 雖然各國主要大國已經研發了新冠病毒的疫苗 新冠病毒發生過變異 比以前更加難以對應 難以防禦 我們看回歷史到現在 這些沒有良心的西方國家 就說說最近全球急需的新冠疫苗 給大家看一些資料 12月9日 包括多個國際組織 在一個叫做人民疫苗聯盟 那個監督機構公佈數據的結論 就很清楚地擺出來 現在世界發生什麼事 全球50% 58%佔一半 50%的新冠疫苗 預定份額 正是給人口總數 佔世界人口的14%的西方發達國家 全世界人口的14%是西方發達國家 但他拿了全球50%的新冠疫苗的配額 很誇張 佔14%的人口 竟然拿了全球50%的新冠疫苗 現在生產的全球50%的配額 很誇張 很誇張 有86%的人來分50% 大家看不看到那個人 再看一些數字 還看到一些東西 因為加拿大團積是超過人口的5倍的疫苗 英國團積是超過人口的3倍的疫苗 澳大利亞的疫苗的團積量超過人口的幾倍 對於這些西方國家 團積這麼多疫苗的訂單份額 大家不妨想想 他們究竟用來做什麼 用來賣 做生意 做生意 用來賣 轉售 物以稀為貴 大家需要 對於這些超越 給他們的人口幾倍的疫苗 那個團積 這些是只會 你會看到 是向來向淺漢的西方國家 他們為了是 你說他們會大發慈悲 買來會送給第三世界國家捐獻嗎? 沒有可能的 所以在現在 如今這種全球疫情潮 澎湃的情況之下 對於這種此時此刻 他們還在想賺錢 還在想賺錢 還在想賺錢 那些黑箱人 抬高物價 無恥 拿著人命去賺錢 用一句話 沒有良心來罵他們 已經是不算過分的了 他們的疫苗 是儲存在伏70度 如果你開箱之後 只有五天 那五天一定要打完 否則是報廢的 所以有些推斷 他們這些西方國家 趁著新冠疫情 想撈一筆 其實這個都可以理解 跟他們以往做些決得的事 給起來 團職疫苗來發大財 根本說不算什麼 而這個資本主義社會 正如地產商李先生說 我都是一個追求利益的商人 理所當然 所以你們不要 不要把這麼崇高的道德 加於我身 講了幾大條道理 理直慶狀 這些西方國家 貪婪 他們可以拆開眼睛 看一看 因為中國就開始出手 在這個百年未有的大電路之下 疫苗已經不是一種 預防疾病的藥品 也不是醫療的問題 而是現在是政治問題 疫苗是全球經濟康復劑和強心劑 哪個國家拿到疫苗 就可以輕輕鬆鬆 這個我講是針對歐美國家來講 是輕輕鬆鬆的 將國家重啟經濟 使得經濟復甦 算是經濟不復甦 能將周邊沒有這個疫苗 或者是這個疫苗供應不夠的國家 可以將他們的資金和人力財力吸引過來 而這個做法 中國是怎樣可以做到呢 因為現在只有中國可以做到這件事 而在第七十三屆的世衛大陸會那個視頻 開幕之上 中國已經宣佈了 在華設立一個叫全球人道主義應急的倉庫和樞紐 是努力確保抗疫的物資供應鏈 並且建立一個運輸和清關綠色通道 那麼中國的新冠疫苗研發 完成並投入使用之後 就會作為全球公共的產品 為實現疫苗在發展中國家的可及性和負擔性 而中國是會作出它的貢獻 這個可以對西方國家一個大衝擊 西方的藥廠不是搞什麼慈善機構 辛辛苦苦搞那麼多疫苗出來 都是指望在世界上大收割一番 結果中國這一搞 西方那些醫藥公司想借疫情來用疫苗去發國難財 這個希望是完全徹底落空的 而且中國疫苗相比之下更有優勢 中國疫苗只需要在二至八度的冰箱保存 那麼它的穩定性可以長達三年 相比之下 阿輝哥和莫德拉的疫苗 需要保存在工業上-70度的冷藏庫環境 這個成本就會很高 市民呢 兼個連吃飯都成問題 那些非洲國家 發展中的國家或者落後國家可以承擔得起 兼個國家是具備了這樣的條件 那些經濟都未開發的第三世界國家 那如果是撇開那個政治因素來講 你叫它減少疫苗呢 那當然呢 中國對全世界那個低價供應的那個疫苗 甚至會對個別友好國家是免費提供疫苗 中國是全球化的那個受益者 所以中國那個國內那個疫情的防控 是做得是不錯的 但是呢 海外有很多的中資企業呢 到目前為止也都開不了工 那中國如果拿這些疫苗呢 不但呢就可以幫到這個世界各國 得到世界各國的讚許 而在世界那個 也在全球的話語權呢 會進一步是提升的 也都會進一步呢 是出進了世界的經濟的恢復 正是呢 小河有水 百流聚合 那大河呢 是不會乾燙的 嗯 幫助世界恢復呢 也都是幫助中國恢復那個經濟 嗯 世界抗疫不好呢 中國做生意都難 那對於國際來說呢 只有大多數人免疫了 經濟呢 才會繁榮起來的 甚至是那些海外的學子呢 也都可以繼續安心學習 嗯 外商商人呢 可以放心經營 中國公司在國外的工廠啊 工地啊 也都可以繼續呢 進行 那中國的人類 明運共同體呢 還有一帶一路的戰略呢 也都可以更加順暢 那中國要做到的呢 就是趁著疫情 這個冬天 埋下兩顆種子 第一顆種子呢 就是要做到全球的綠色的通道 新冠解決了 物流系統 仍然呢 可以呢 是運轉 那去運輸呢 永遠呢 是經濟的基礎 第二呢 董事呢 就是 中國那個世界觀 短期呢 看起來呢 就 沒有那麼大成效 但是有一天呢 中國那個勢力 加強大的時候呢 各國呢 會意識到呢 中國是一個 溫和 和有力而親切而具威嚴的國家 沒錯 只是他們正確的選擇 的最佳伙伴 嗯 這種的拓展世界的影響力呢 的方式呢 對於西方國家來講 無疑呢 是個陽謀 而呢 是西方國家 能做到的 只能是買通那些媒體啊 進行 撥黑中國那個疫苗 敵人反對的 就是我們支持的 嗯 那麼 敵對勢力 對中國疫苗的攻擊呢 呢 差差呢 是講明了西方國家 對中國的疫苗的影響力 的恐懼 回顧過去那一年呢 中國是全球防疫 抗疫的第一個國家 也都是呢 整個 世界 新冠疫苗發展 的第一推對 那麼 在世衛組織 公佈的消息呢 中國的疫苗呢 已經是進入了第三期臨床 試驗那個的疫苗當中 中國的疫苗佔了一半以上 至於接種疫苗呢 在這個疫情已經是 現在在國內 疫情不是太嚴重 嗯 沒有那麼急切去接種疫苗 所以呢 它中國就會 將這個疫苗呢 是做了所有的過程 去認證 百保是沒有事呢 而之後再 再 推出來 那麼 那麼 我們只是需要 正代 花開時候 那麼 我們可能 2021年呢 中國會有一個 春天 就不遠的了 嗯 那麼全球的經濟 倒腿的潮之中 今年中國是唯一 實現 正增長主要經濟體的國家 嗯 那麼國家統計局呢 是發佈中國的經濟三季的報告 這個資料我是 這一週 近幾天拿的 中國呢 2020年前呢 三個季度的經濟速度呢 已經是由負轉做正 嗯 第一季度呢 是下了去6.8 第二季度呢 是增長了3.2 第三個季度呢 是增長了4.9 前三個季度 中國那個 國內的申請總 總值呢 已經是 72萬3千 億美元 嗯 同此 同期呢 同 同比增長呢 是0.7% 嗯 如果是這樣的消息來說呢 迅速呢 引起了呢 很多外界外國的媒體的注意 他們呢 一改以前的那個 藐視的態度 彭博社說呢 他說 中國呢 現在已經是成為 世界經濟唯一 主要的增長引擎 美國 有線電視的新聞網 也說 CNN也說 中國經濟呢 讓全世界呢 都眼紅 那德國那個 法蘭克福匯報呢 這個匯報 講呢 中國的經濟呢 就呢 已經歸來了 毫無疑問呢 中國的速度呢 再次刷新了這些 外媒的認知 這些呢 他們徹底的 掉了眼鏡 那疫情爆發之初呢 漢武封城啊 全國禁足啊 經濟停擺啊 農庫產品呢 是制銷 由於各地那個 貧窮 貧乏的那個 院長呢 個個呢 走去呢 做什麼呢 去直播間 做主播喔 為自己 自己的院 去推銷 和呢 推廣他們的產品 和負責 原政府呢 幫他們 帶貨運輸 那麼 各大那個 電商呢 平台呢 紛紛推出呢 愛心助農的活動 推出呢 助農的政策 設立呢 助農的專項的補貼 這個晚上呢 六十萬斤產 五十萬斤大米 五千斤牛 五千斤小龍蝦 一個晚上四個小時呢 全部賣完了 嘩 好 好 好 快手啊 果然是吃貨 OK 行啊 好 他們這些院長呢 是幫農民呢 是負責 帶貨 嗯 因為他們那些是 那個運輸 可能他們沒有這樣的能力 他們由院長出面 就安排組織 為呢 戰勝那個疫情的助力 全國上下呢 以買 代 捐助 很快呢 就幫助這些農民呢 擺脫了困難 十一月二十三日 貴州省六十六個貧困 全部脫貧 為什麼他說全部脫貧呢 你知道農業是一年種植的東西 一年收割 你一年收割 你賣光之後 你那筆錢已經是 什麼 那筆錢 計算在他的 平均收入 哦 他們已經是 過了那個 貧困線了 嗯 嗯 而八百三十二個國家的 級的貧困園呢 全部都脫貧 那十一月十五日呢 中國簽署了個 RECP 歷時呢 百年 這個有歷史以來 建立最大的規模的自貿集團 覆蓋了全球三分一的GDP 涉及二十二點六億人總的人 高達是二十六點三萬億美元 嗯 疫情爆發的時候呢 中國呢 迅速自救 全民一心 短短呢 數月呢 是控制了這個疫情 復工 是復學 復產 那麼疫情控制之後呢 中國不如為力伸出去援手呢 向最近一百五十個國家 還有呢 四個國際的組織呢 提供了緊急援助 為了一百七十個國家呢 為一百七十個國家呢 視頻分享成熟的抗疫經驗 還有呢 向二十四個有緊急需求的國家呢 派遣了二十六支的醫療專家隊 那麼中國所做的事情呢 從來呢 沒有任何的經濟利益的盤算 也都呢 沒有附帶任何的條件 嗯 如今的中國的疫情呢 那個疫苗呢 領跑全球 又積極呢 為世界多國提供的疫苗 中國疫苗呢 已經獲得了 已經獲得了 巴西 土耳其 這個 沙特都拿了 菲律賓 馬來西亞 摩洛哥 四十多個國家呢 是支持 將填補全球疫苗供應的空缺 那麼這個空缺呢 就是剛才我們說的 有五十個巴仙 去了十四個巴仙人口的西方國家 嗯 那麼你現在的八十六個巴仙呢 就是說補回那五十個空缺呢 就是從中國來補 還有一樣東西我們看到呢 在十一月的時候呢 第三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 如期舉行 給呢 是經濟蒙雙的國家 打開了新的窗口 那麼這一屆那個博覽會 在線上負線下呢 吸引了六十四個國家的地區 六百七十四個商家 一千三百五十一個採購商 是參加 那麼達成了合作那個協議 那個意向呢 有六百六十一項 累積的意向的超過呢 是七百二十億美元的 就是中國的大國風範 嗯 嗯 這樣就這樣 而這裡你可以看到呢 就是 五眼聯盟啊 其他那些個個都失敗了 是 經濟又不行 還有剛剛說呢 他們買武器呢 其實呢 已經他 因為疫情已經打擊了經濟了 嗯 接著 他經濟已經沒有了 嗯 如果他再拿些錢去買武器的時候呢 那就是自殘啊 這個 嗯 沒錯 沒錯 他現在其實根本就是在這裡自殘 嘛